好了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 欢迎大家收看菜我相信的一期的DELTA2系统决视频 咱们今天来讲穷鹰B0乃绿这个英雄 记得我在讲那个PA还是斯温那一期 不是说当时路人局中最好用的几个C对吧 那个PA斯温剩下来就是这个穷鹰B0乃绿了 因为在如今这个大环境之下 这种物理平A型的大哥大行其道的时候 穷鹰B0由于他的这个大招的机制 可以无视这个物理攻击 并且呢无视护甲 因为他是打魔法输出的 所以可以克制如今绝大多数的C 而且在低端局大家也不知道怎么要针对他 所以说上坑非常非常的好上 咱们今天就通过这期视频 详细的给大家讲一下群鹰B0这个英雄 好让大家学会了上大分 开始之前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用的手柄 最近用剑鼠玩游戏老不得禁 这部最近收到了北通斯巴达三 拆开包装一看终于不再是一贯的黑白配色 是一个玫瑰金渐变配色 北通斯巴达三经过专研调教 玩FPS游戏有点小爽 确实丝滑流畅 听说啊北通是华为星闪联盟玩家 所以手柄延迟也低到爆了 这枚采用配备电磁感应技术驱动的霍尔班机 0.1米m按压精度 玩赛车游戏 例如地平线5 以及狂野飙车等等 可以根据不同力度按压 来控制油门和刹车 这次斯巴达三搭载北通BMC6轴体感技术 支持Switch原生体感 同时支持体感映射功能 晃动手柄 即可轻松让游戏角色跟着一起动 此外支持电脑 NS 手机电视等平台 像这两年爆火的地平线5 FIFA2023 NBA 2K24都能唱完 这次斯巴达三 为了能让更多人群 都能更好的适配手柄 母具整体缩小了 更适合手小的玩家 总而言之 北通作为国产品牌的老大哥 做百元手柄 突出一个卷王和用料扎实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了解一下 国产老品牌不会辜负我们的 好的咱们来讲这个英雄 群毕灵是一个远程智力性的英雄 虽然他是智力 但是他的输出真的特别的高 高的爆炸 他初始的属性很差 52点的攻击力 非常的低 2点的护甲295的移速 这个初始属性很差 唯一优秀的就是575的攻击射程 还是非常优秀的 三维成长也不错 2.0 2.7 3.3 这个敏捷2.7 治理3.3 保证了他有高攻击 跟不错的攻速 他这个都是后期的一些保证 咱们来说一下技能 他的这个技能 就是比较复杂 咱们得慢慢的讲 一技能 弹无虚发 他的用法是这样 他可以选择一个A目标 往B方向 就是往其他方向去打一发子弹 然后被打中的 咱们还是选英雄吧 被打中的B目标 他会被恐惧 打中的手目标 他会被减速 这个减速咱们来看一眼 你看中了那一瞬间 他有一个明显的减速 减速是100% 持续0.5秒 然后恐惧的时间 一级是0.8 满级是1.25秒 咱们升满看一眼 就是比较明显了 这个升满了以后 他这个技能 就是一个 怎么说呢 在团战 对线 打前都非常重要的 一个偏核心的技能 他的伤害很不足 有325点 咱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技能的机制 这个技能在打小兵 打野怪的时候 是不会 这个子弹是不会消失的 他是可以穿透 他是可以穿透 这些小兵 一直持续的进行下去 但是子弹一旦打到了英雄 这个子弹就被中断 就是这种感觉 并且呢 这个初始目标 不光是可以选择敌方英雄 像野怪 小兵 树木 都是可以的 这个恐惧的方向 也就是 你选择初始目标之后呢 在选择一个落点 这个落点的方向 往哪 往哪走 他就往哪恐惧 就是这种机制 好 咱们来说一下 这个技能的用法 首先在对线期的时候 由于 如果他是个近战英雄 对吧 在对线期的时候 他为了补兵 一般来说 他都会走到一个 比如说近战兵 跟远程兵之间的 这个位置来补兵 对不对 你这时候可以点他的远程兵 把他打回来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再配合你的这个队友的一些控制减速 你的自己的其他的技能 就很容易将其击杀 尤其是在塔下 他们兵线不好的时候 你点远程兵把他打回来 甚至可以把他打到塔下 或者说开团的时候 对吧 比如说我们开个雾 对吧 因为这个技能的施法距离还比较远 你可以选择一棵树 直接将敌人先手打到我方的阵营里面 不过这个有点危险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在对线期或者小规模团战的时候 这种用法还尚可 但是在团战或者后期的时候 他肩负着平A的重任 要打输出 这种先手的这种职责 还是尽量的少做 不过这个技巧在对线期 跟前期小规模团战的时候 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打前的技巧 咱们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是一个野点 这是第二个野点 他这个弹射的范围是相当远的 你看这弹射的范围是相当远的 我们可以选择A野点往B野点打 造成一枪同时打两组野 而且这个技能的CD只有10秒 并不长 简单来说就是10秒打两枪 你在刚往野地走的时候 直接先打一枪开野 然后就开始用平A打输出 对吧 然后10秒钟之后再打第二枪 这么两枪下来 一枪325 两枪就是650 650加上你中间这10秒的平A 那个打伤害 两组野都可以很轻松的打掉 这就是群B0打前的 就是对线期 初期打前最重要的方法 用这个技能来达成一个推线 对吧 在线上 我们可以用这个技能 把兵线很快的推过去 推过去之后呢 往野地走 对吧 然后这个技能又好了 然后同时开两组野 平A 然后等这个第二个CD好了 平 然后再打第二枪 再重新回到线上 就打这种循环 利用这个一技能来打这个输出 就是打前 然后怎么来说 这个一技能 好像用法就这些了 然后上海就是对线的时候 用它来补一些旗子兵 远程兵什么的 对线打消耗 对吧 就是这种用法了 二技能 换魂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你可以召唤出一个法阵 这个法阵有四个鬼魂 鬼魂碰到敌人的时候 敌人会受到一次伤害和沉默 在这个法阵 只要在这个法阵里的敌人 都会受到一个减攻速 跟减移速的效果 这个技能其实成长性很差 关键是什么 它的CD太长了 它有30秒的CD 导致这个技能 并且这个技能的成长性 也不是很好 每升一级是减移速是不变的 它就是一级是30%减速的 满级它只不过是减了攻速 但是移速的减缓是不变的 伤害就是 这个鬼魂碰到一下是多了45点伤害 持有时间多了一秒 这个技能其实说实话 在游戏前中期的时候 表现还不错 因为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它的施法距离太近了 你看这个绿圈 对吧 这个施法距离太近了 一般来说 它很难在团战的时候 放到敌方的核心阵 这个位置里面 因为你要放进去的话 你可以走到对方的核心阵营里面 然后再把这个技能放下 其实很危险的 游戏中后期 它一般来说都是以平衡为主 那这个技能怎么放呢 就有点像冥界药龙 就那个毒龙的二技能 它是一个保护自己的 更多的时候 是一个在团战的时候保护自己 就比如说在这种 有地形 较为狭窄的 对方想冲阵怎么办呢 我放一个保护自己 我放到这个位置 敌人想冲进来 就会被沉没 然后这个时候 我可以靠这个技能减速 然后去平A他 放他风筝 是这种感觉 主要还是以一个 保护自己为主的 这么一个技能 所以说这个技能 一般来说不会主加 要加一只 我个人习惯是 要加也就加一级 然后剩下的加黄点 都是比这个技能 可能要好一些的 除非就是说 你们队伍中的控制比较缺乏 或者说对方有一些 比较惧怕沉没的英雄 注意 因为他这个鬼魂的沉没 升满了有三秒 一级只有1.5秒 比较惧怕沉没的 你可以适当地把它加高点 如果对方都是那种 憨憨往脸上冲的那种英雄的话 这个技能 加一级到两级 是足够了 一般来说加一级 剩下加黄点 三技能 神枪在手 来看一下效果 哎呀多升一下 哎大哥 假的吧 不是 等一下 好了好了 就是他 那个会有一定的几率 同时打出两枪 对吧 就是20 30 40 50 有一定几率同时打出两枪 如果这个范围内只有一个单位的话 你看这两枪就会同时打一个单位 同时打一个目标 哎 是吧 很明显啊 两枪 如果是范围内有两个 或者多个单位的话 这一枪 就是就会就会随机的打 这个范围内的 攻击范围内的其他的目标啊 好 这个技能就是群蜙逼灵的输出的招牌技能了 他触发几率50%嘛 然后升满了50% 而且这个50%是什么 他是可以触发一切攻击特效的 就比如说咱们测试一下 买一个这个浮石球啊 然后咱们来看 好 你看 这个傀儡和这个宙斯身上 同时都挂有浮石之球的 这个剪甲浮石效果 说明他的主目标跟侧目标 都会那个享受到 这个群蜙逼灵的这个法球效果 像暴击啊 雷锤啊 金箍棒啊 吸血啊 都是可以享受到的 所以就相当于你同时打两枪 两倍攻击 对吧 这个是继承全格伤害 继承全格法球的 因此 游戏后期群蜙逼灵的成长是很可怕的 有了好的装备之后 配合这个50% 当然天赋里面还有20% 就相当于70%的这么一个概率 都会打两枪 所以说他的输出要比 同等装备的人高一 一倍多 你就这么理解就行了 就是就是比别人多一倍 相当之厉害啊 这个技能成长性很好很好 好 最后就讲大招了 大招是这么一个样子 开启大招 变绿对吧 然后呢 在这个状态之下 一切的物理攻击 你看目标无法被攻击 等他大招结束之后 敌人才可以正常的去攻击他 在大招期间内 就像是开了绿杖 或者说NEC的那个 二技能一样 是无法被物理攻击的 但是可以吃到技能伤害 就是这么 他可以吃到技能伤害 但是无法被物理攻击 同时呢 他也可以攻击 他也可以攻击 在虚无形态下的敌人 就比如说咱们创造一个NEC 然后呢 你看NEC开二技能了 咱们继续打 对吧 照样打 然后呢 如果是对方买了绿杖 咱们也可以打 对吧 所以说 这个技能啊 他是可以克制 很多很多的英雄的 并且咱们讲完了 并且他可以在这个期间内 把一切的伤害来源 包括平A的伤害 甚至暴击的伤害 等等等等 都变成魔法伤害 就是把物理伤害 转化成魔法伤害 然后 大概就是 就是这些了啊 然后咱们来说 这个技能的优势在哪里 首先 在刚才说的 在物理输出大型 其道的今天啊 然后那个 他打什么像斯文高甲 是吧 然后什么水人呀 这种高甲性的单位 是不用管的 咱们来说呀 这个游戏的 这个 这个魔抗机制 任何一个英雄 就拿NEC做举例吧 任何一个英雄 在初始的时候 咱们看他的这个魔抗 27% 为什么呢 其实是初始的25% 加上智力 带来的基础魔抗提升 也就是说 在如今的版本 你加智力 是可以适当的增加 一些这个魔抗的 然后呢 你像这个 NEC一级 27%的魔抗 咱们给它升的 十几节 看一下效果啊 好 比如说18级了 咱们来看 NEC的魔抗 32% 也就是说是 这还是智力英雄 他的家的智力高 像一些弱智的 什么 什么什么敏捷英雄 力量英雄之类的 他其实升的 18级左右 魔抗也最多 就是30% 对吧 你像NEC它是32 正常的敏捷英雄 力量英雄 大概是29% 到30%之间 然后咱们来讲 那个大约人那一期 有印象的话 应该咱们提到 护甲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是在 17点左右护甲 比如说咱们现在看 这是16甲 对吧 现在17 18了 你看 它是53%的物理抗性 这个宙斯 也就是一般来说 17点左右 它就是50%的物理抗性 在如今属性膨胀的年代 随随便便 20多点甲 是太正常不过的 对吧 尤其是这些敏捷型的大哥 导致后期的物理输出 看着一刀爆1000多 其实打到它身上 就掉两三百血 因为对面随随便便 那个物理抗性 就能达到60%多甚至70%的物理抗性 可是高贵的魔法伤害 那就不一样 它打别人 别人最多也就30%的 这么一个魔法抗性 对吧 所以说打那种敏核 力量核 它就是30%的魔抗 你打它身上 就是永远都有70%的有效输出 不像物理伤害 物理伤害 其实打到后面 就只有30%左右的 有效输出了 所以说区别是相当之大的 因此它在配合 这个神枪在手这个技能 有了高等级装备之后 总体的输出量 就要比传统的物理大哥 要高太多太多了 就是这个道理 然后并且如今的版本 还有一些加强 它这个是有写的 有问题了 它说 在这个什么 对简易免疫单位 不会造成伤害 这是错的 它这个翻译是有问题的 简易免疫就是有BKB 对不对 正常来说 在之前刚 群毕临刚做出的那个版本 确实不能打BKB 因为当时的BKB是 那个 那叫什么 技能免疫 那个 哎呀 那叫什么 技能免疫 现在叫简易免疫 当年不能打 现在是可以打的 只不过现在魔抗变高了 你开BKB了 魔抗变到69%了 因为它能加50%的魔抗 但是问题不大 对不对 就是说是 你可以理解为 对方开了BKB了 就像是 我是一个正常的物理单位 打了一个高甲的单位 一样 就是这种感觉 现在的版本在对方 开了BKB的情况下 你依旧可以去打它 并且我自己 也是可以开着大招 再开着BKB的 这么一来 我拥有超高的魔抗 且一些控制技能 打不了我 而且物理 平衛也打不了我 在这个 那个大招 加BKB的状态之下 这个群毕临 相当于一个小物敌 非常非常厉害 好 所以说 这就是它的一个 大招的这个用法 同时还能加这个 那个那个什么 就是攻击力嘛 七十一百一一百五 加这个攻击力 加的非常非常多 所以说 这个就是它的这个 威力所在了 越界这个技能 相当相当之强悍 好 来看一下魔晶 魔晶的效果 也非常的好 就是说是 群毕临能获得 百分之三十 就是在大招生效期间内 能获得百分之三十的 技能吸血 然后这个时候 每一次击杀 敌方单位 或者说是对附近 有敌方单位阵亡了 你都会获得 永久百分之二的 技能增强 这个当然能用在这个越界上 你打人就越来越疼了嘛 这个其实就是 相当于一千四百块钱 买了一个成长 和百分之三十的 大招期间内的 技能吸血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细线面具 九百块钱 百分之十八的 物理吸血 对吧 然后这个是 七百块钱 百分之十的 技能吸血 这个是一千四百块钱 大招期间内 百分之三十的 技能吸血 跟永久百分之二的成长 其实是不亏的 算是一个 合理的一个装备 但是 但是是什么 大家一定要明白 节奏感 打大哥最重要的 就是节奏嘛 你买了这个道具了 就相当于什么 我要去打架 而且是高频率打架了 你们能明白吧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大招期间 百分之三十技能吸血 跟我平常打钱 没有太大关系 因为平常打钱的话 很少用到大招去打 对吧 并且呢 这个附近有敌方单位 阵亡 或者说我击杀 跟我打钱 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所以说我在前期打钱 疯狂发育的那段时间 这个模型 跟我是毫无关系的 不要买 没有任何用处 直到什么 我的生存装备 兼输出装备 都已经齐备了 我要高频率的参战的时候 这个时候再买一个模型 才是适当的 就是才是合适的 对吧 这个大家能理解吧 这个讲得很清楚了 所以说它可以买 但是买的时间 一定要对 就是在你的装备成型 可以去频繁参战的时候 再去买 这个东西 它的效果才能发挥出来 好 看一下A帐 A帐是一个特别鸡肋 而且不好定义的一个道具 首先它的效果非常复杂 就是它既能 让我找个英雄 好 它既能对友方单位生效 也能对敌方单位生效 就是对友方单位生效 就是和敌方单位都一样 就是打它一枪 本体会处于眩晕状态 这个本体 然后它多了一个灵魂 这个灵魂它是能操控的 这个灵魂不能攻击 不能用技能 不能用物品 但是它可以用技能 你看这个灵魂 这个灵魂它可以用技能 这个灵魂回去之后 它这个技能是进入CD的 就是比如说灵魂放了大招了 回到体内 这个宙斯本体的大招 就进入CD了 它们是共享的 然后如果对队友的话 队友也一样 是进入眩晕状态 也是能够放技能的 对吧 然后咱们来看 好 就是这么一个样子 本体眩晕 不过唯一区别 就是说是对敌人 是有一个300点的 这一枪打上去 有一个300点的伤害 并且呢 在这个眩晕期间之内 所有的队友跟敌人 都会受到一个 35%的伤害减免效果 就是所有的伤害 减免35% 它有什么用呢 咱们能 这个其实 所有的人 基本上都不太出这个道具 就比如说咱们来说一个情况 比如我方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人 他被对方打到了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可以一个大招打上去 让他把这个技能 关键技能放出来 对不对 就不会出现我方有一个关键英雄 被敌方强力控制打到一套秒了 这个可以起到一个反手 把队友 让队友在这个期间内 35%伤害减免 让他死不了 并且能把他关键技能放出来 但是 我是个大哥 是个一号位 这个这么 这种作用明显就变成一个 酱油保 队友打反手了 对吧 跟我的这个 定位完全不符 所以说大哥一般来说不干这个事 好 第二个是什么 就是直接当个硬控来使用 对方落单了 我直接开大招一枪临别一击 把他打得眩晕的 定在这 然后啪对他进行输出 对吧 但是问题是 在这个期间内 他所有说的伤害 都要减免35% 然后 那 问题来了 就是我为了一个4秒的控制 然后去出了一个A账 倒不如什么 把这个钱 我转化成输出装 让队友把控制打到身上 我再跟队友配合 进行输出不就完事了吗 对不对 而且我作为大哥 我也几乎不会说什么 出个跳刀 出个A账 跳上去 用临别一击 打先手 这也太蠢了 所以说 有这个钱 如果我要输出 我就出输出装 我要控制的话 我让队友 我让队友选完控制 他控制打上了 我跟进输出就行了 所以 这个无论是旧队友也好 还是打敌人也好 都很尴尬 对吧 旧队友是辅助的活 我不可能干这个事 就打敌人的话 敌人还有减伤 这个一控制 我们队友也可以打 而输出又会降低 就很抽象 很鸡肋 我反正是没见有人出过这个装备 我自己打大哥也是不可能出的 所以说这个道具要么重做 要么加强 好吧 这个就这么着 大家尽量的别出 好 然后那个 大概就讲到这儿 接下来咱们说一下 技能加点跟出装 它的这个技能加点跟天赋加点 较为固定 但是出装有很多的流派 咱们慢慢的讲 大家不要急 这个加点的话 一级学弹无续发 二级学换魂 因为到二级的时候 这两个技能同时存在 在线上是很容易杀人的 就是把他打回来 放换魂 他又走不出去 对吧 这个时候配合我 放到教友的这个控制跟减速 很容易在线上就对他造成击杀了 就是这种感觉 好 然后三级的时候弹无续发 四级神枪在手 五级弹无续发 六级大招 然后主一 负三 有大加大 然后这个技能 我习惯点一点 除非就是我说的 对方有什么 机动性特别强的 像什么土猫啊 女王啊 我们的控制又少 就必须要有一个沉默 能把它留住 那我可能适当的点一点 剩下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个二级能 点成黄点 最后再把二级能点满 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好 看天赋 十级力量 左侧力量 右级弹无续发 80伤害 也就是说它从325变成405了 两枪十秒钟 能变成810 伤害还是挺高的 但是呢 它有一个流派 是什么 出雷锤的 就是如果要出雷锤的话 我就加8力量 因为我不需要 这个弹无续发的 80AOE的伤害了 可以靠这个雷锤的 135的AOE补足 对吧 但是如果我不出雷锤的话 我可能就加 这个80弹无续发伤害 来补足我的AOE 帮我更快地打钱 我这么讲 大家很清楚了吧 所以说十级的时候 这个天赋左右两次都会点 其实问题就是 看你出不出雷锤 然后15级呢 35攻击力 跟弹无续发试法举例 就是1技能试法举例 点35攻击力 这个我设那么远 我又不是靠技能打伤害的 对吧 我是靠平A打的 35攻击力 20级弹无续发两个点 就是1技能有两个点 和20%几率一定加这个 这个一加70% 完全不一样了 把这个一下子就变成 一个战装大炮了 25级换魂 额外两个魂 就是从刚才4个鬼魂转 变成6个鬼魂转 和25%魔法抗性 我推荐加魔法抗性 因为这个30秒放一次 25%魔法抗性 永远存在自己身上 而且你开大招了 雾免 对吧 并且呢 你开了大招之后 雾免 然后这个 并且25魔法抗性之后 你的自身的魔抗 就能裸装达到53% 非常非常厉害 因此 全左 就是一个同用加点 唯一的区别就是10级 你加左还是加右了 好 最后黄点加完了 再把这个换魂点满 说下装备 装备出雲装有两套 一套是这种标准的 这个纯属性流 大魔棒加三 然后加通加六的 这么一个出雲装 这个就是在对方 比如说是什么 刚被兽打三压 就是那种 三四号位 平凡施法的时候 我喜欢的一套 那个出雲装的出法 第二套呢 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套 是这个 这个 因为它出事只有52点攻击力 一级只有52点攻击力 这个能加9 这个相当于对小兵加4 9加413点攻击力出门 这个是最高输出出门装 没有之一好吧 它能够帮助全民逼力 在线上更好的补刀 而且后续的这个攻击力 可以合成很多 你想要合的装备 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水晶剑 水晶剑能合大炮 或者大引刀 都是它必须要的一个道具 所以说这两套出门装都可以 好 然后呢 这个 咱们说下一个 它的一个关键的打法 其实中间你 你补什么小件都无所谓 关键有一个道具 是一人面罩 在这个现在这个流派里面 你想想什么AME流 是吧 Thobson流 亚头肉流 反正就是各种流派 他们打奶率的习惯 都完全不一样 就是那个AME 他们都不一样 但是核心就是说 一人面罩这个道具 该如何出 比如说亚头肉 他特别喜欢出这个猎鹰战刃 然后他能够加200生命 1.8m瓦 恢复跟14攻击力 然后呢 我个人推荐出王者之界 就是这个其实 我记得AME也是经常这么出的 他跟王者之界的区别是什么 不是区别是联系是什么 他们都是回篮的 最重要的是我刚才说的 在前中期你是要靠弹无虚发 这个一下打两个点 对吧 打两足也 然后靠这个技能来推现打野的 所以说回篮量决定了 弹无虚发是否能够一直放 一直放才能保证你的这个打钱效率 所以说回篮很关键 这个猎鹰战刃 它是1125块钱 回1.8的魔法 这个王者之界 它是425块钱 回1.5 一个1.8 一个1.5 就只差0.3 但是价格差了非常的多 对不对 然后这个中间差的这点 你可以买上两到三个精华热水 足够 真的是两到三个精华热水 并且呢 配合这个假腿 平常智力腿去放技能 切成敏捷腿打平A 对吧 然后切成智力腿 放技能 切成敏捷腿打平A 只要你有这种习惯 然后你再配合这个王者之界的回篮 就足够了 然后托布森他喜欢出这个 就是这个道具 其实这个道具我也经常出 就是法尔克星 他也是通过这个 一人面罩合成空冰杖 再合成法尔克星 对方的法师居多的时候 就比如说 对方的持一输出都来自的法师 像什么NEC呀 宙斯呀 拉席克呀 你们懂吧 这种法师居多的时候 我不能见人就开BKB吧 对啊 那这个时候呢 法尔克星他可以提供超高的魔抗 你看他这个 魔法抗性 攻击速度 攻击力 治理 摩尔恢复 他自己还是个治理英雄 对不对 加攻击 加攻速 加治理 加回篮 然后加魔抗 并且打敌人 敌人能造成一个35% 技能伤害降低的debuff 都非常非常适合他 打到后期了 这个也能合成这个血吉 所以说 猎鹰战刃 王者之介和这个 法尔克星 都是我极力推荐的 但是我不太喜欢 我个人不喜欢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 和流派嘛 我不太喜欢出猎鹰战刃 我喜欢的是王者之介 带金黄奥水 把更多的钱 投资到更有用的装备上去 那个猎鹰战刃 我觉得有点 有点 有点虚 那个价格 好 然后咱们继续说 接下来的出装 其实就很简单了 接下来的出装 只有一个方向 就是先保证自己的生存 其实很多大哥的出装 都是这种感觉 优先保证自己的生存 在自己有生存的情况下 再去做输出装 然后打前装 第二个流派 刚才忘了说了 打前装的第二个流派 雷锤 雷锤就是说 他可以代替回栏 主要以平A为主 然后以这个弹无需发为辅 对吧 靠弹无需发推兵线 然后回到野地 靠平A和雷锤 或者说靠雷锤推兵线 靠弹无需发打两组野 然后能省上每一波 能省一到两次的弹无需发的蓝量 然后这个出雷锤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我一般喜欢是 在对方有幻象系的时候 就像猴子呀 那种英雄多的时候 我才会喜欢出雷锤 不然的话 我都会出正常的装备 就比如说 接下来怎么说 先出保命装 在你的生存 绝对安全的情况下 再去说输出装 常见的保命装 都有什么 推对棒 因为他智力英雄 出推对棒没有问题的 BKB推对棒之后 合成这个巨峰长几 是吧 然后呢 或者说是对方 有一些什么 能够先手 先手到你的英雄 出出了 先手到你的英雄 出这个林肯之类的 反正就是推推林肯BKB 三选一 三选二之类的 保证了你的生存之后 直接爆输出 刚才一开始 不是说是有了攻击直转吗 攻击直转可以和这个水晶键 对吧 也就是说是这个水晶键 它是壁挂的一个道具 基本上是我觉得 我打来率 90%都会出水晶键的 因为它这个暴击 是可以跟大招搭配的 可以享受的 然后呢 对方有被动割了 什么钢被伐木机之类的 你可以出大引刀 对方的英雄 没有特别需要破被盾的 直接走大炮 然后呢 攻速怎么样解决呢 攻速直接迎怨直惊 就是后面的装备 怎么暴力 怎么来 就是怎么厉害 怎么来 就是一切的一切 都是以输出为主 或者说 对方的那个 就是幻象多了 你可以走小雷锤 走大雷锤 对吧 或者说是对方 有闪避了 然后呢 你可以 你可以什么 就是那种 你可以不出一跃之境 对方有闪避了 咱们可以走金箍棒之类的 总的来说 就是那句话 前期 是 以回栏为主 保证你能够 用一技能 正常的刷钱 推线现眼双收 中期开始 先走保命装 保证你能正常生存之后 最后一切的 根据情况去出 爆输出装 进行疯狂的一个输出 不要怕 他的这个输出不够 这个英雄 只要你能活下来 你的输出是非常非常 是爆炸的 就是 对 就是 敌人相当之肉 因为他的护甲 是没有必要的 你知道吧 他的护甲再高 你都可以无视他 所以说你只用看他的什么 看他的血量就行了 他的血量 这种情况 什么 三四个容心 五六千血的人 就一点五秒就死了 我不知道你们看懂 这个概念没 这个NEC有多肉 五千六百六十六的血 他就死了 因为不用看护甲 只用看血量 但是五六千血的人 在我面前 占不到两秒 因此 只要你能活下来 队友给上一点点的控制 奶力到后面 就是神 这个英雄 他在后面的输出 是所有人都看不懂的 非常非常的厉害 好 想到这里 大家应该都非常想看下实战了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实战 这个英雄到底是怎么玩的